我們身邊有媽媽Iris 有Frankie 有Christy 和Linda 我想問一下Frankie 對於我們剛才的活動 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個部分 印象最深刻對於我來說 是之前的事前工作 因為我們都很趕急 因為我們月初才開始接到這個工作 28日這次就開始 當中的時間 其實對於我來說最緊張是Rundown 看時間不要Over Time 辛苦了 那我現在問回Linda 其實我想問一下 剛才羅有權先生 她都說了很多要點 我想問你認為 做一個普通話的思議 除了要普通話好好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你覺得是比較重要的呢 剛才羅有權先生都分享了很多 其實做普通話的思議 其實首先我想 真的做思議的技巧 始終都是最緊要的 而要做一個普通話的思議 更加就是普通話要講得很準 因為我想有一些客戶 他們對我們做普通話思議的要求一定是很高的 即是對我們在講普通話方面 在剛才羅有權先生的分享裡面 我都得著了很多東西 好 感謝果然 剛才真的有努力聽 那好吧 那我不如問問媽媽Iris 那剛才其實都說了這麼多 最後可能可以幫我們呼籲一下 還有叫更加多人去參加我們C2C2義工團 那我當然是極力推薦大家去參加C2C2義工團 因為其實很難得有一個團體 這麼努力幫我們去upgrade 怎樣可以做一個好的思議 譬如今天這個普通話 普通不普通 大家可以重點去知道 原來做過一個C2的話 要做得更加好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學習 那大家多多支持 好 感謝四位 今天非常榮幸可以來到這裡 多謝